美国总统拜登 国情咨文8号上午发表 但是呢大家有看吗 哇这个演说期间 大家吓一跳 好几个政府网站居然挂掉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里面居然还包括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还有特勤局 国土安全部 也搞不定自己的网路安全了吗 好那当然呢 这个大家就很好奇 为什么 然后当然拜登讲的这个内容当中 那我想呢 我们华人很关注的就是 他要怎么讲台海啦 或者讲中美 那么现在他底面提到的是 我们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但是又重申了什么印太的联盟 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 不能在中国使用 然后你现在很快的 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 怎么会美国的政府网站挂掉呢 前几天才在那个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 IGFB会荡掉 但是居然连美国的政府 也要荡掉 那个时候美国白宫就在关注了 怎么会FB这种也会荡掉吗 IG也荡掉 现在是自己的政府网站荡掉 这是不是有鬼啊 然后再来 是拜登讲的这一番话 他还在讲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习近平习主席不是也才在讲和平统一吗 结果拜登现在这样说 难不成是要跟随习近平的脚步吗 蓝老师 我觉得美国政府一定要好好查这件事情 因为政府的这么重要的这些网站 例如说国土安全部特勤局 这都不得了 这些网站会挂掉 这个一定要好好查 因为这代表骇客的能力越来越强大 那如果他不赶快处理的话 各位想想如果开始投票 投票以后开始要计票 那如果因为美国现在很多是用电子计票 那如果出问题呢挂掉呢 或者是出什么状况 那如果说双方的那个票数很接近 这个坦白说 尤其是这次又是特朗普 特朗普上次输了 都去鼓动他的支持者 去占领这个白宫 那如果说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不是不是白宫 国会 如果说在这一次 又很接近 然后在计票方面 又出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次非同小可 美国政治稳定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府 尤其是拜登 这个义不容辞 真无旁贷 要好好查 这个骇客的问题 是到底自己的政府的问题 还是骇客 因为很明显的 如果骇客都能够同时挂掉这么多 重要的网站 代表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强大 而且这有警告示威的意味在里面 另外拜登谈到台海和平 你现在还在谈台海和平 谁理你啊 因为现在连南海习近平都说 该打就打了 习近平这次到这个 人大代表里面 尤其是解放军队的代表中 对 其实他着的当然就是因为惯例嘛 到军事的代表里面 着的一定就是军服 那着了这种统帅服 直接就跟南海的问题就谈到了 海警该强硬就强硬 军队该打就打 其实军事斗争在我们的用普通话来讲 用很白话来讲就该打就打 那该打谁呢 绝对不是打 绝对不只是打菲律宾嘛 一定是打在南海里面那些军阵最常跑来跑去的国家 其实这代表什么 代表习近平对于美国的军队 其实他在八九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准备要开打了 那时候把三个舰队 北海南海跟这个东海舰队 全部都拉到南海 其实当时就准备要开打 后来是美国的两个航母战略群撤走了 所以当时习近平的一个做法 就证明了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准确的 也就是说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而已 那在这一次中 中国大陆的这个海空军的能力 战略导弹部的能力 已经不是一般的能力了 那如果美国真的要在南海闹事 那开打就打 我觉得这一次的指令 已经下得这么的明显 还看不出来 那是美国人最故意装傻 但是故意装傻 不代表你就不会面临 军事被攻击的危险 好 不过另外一头呢 我们来看 这个大陆的驻发大使 全国政协委员卢沙耶 他接受访问时他怎么说了呢 他提到的是 过去比较贫穷时 西方国家和中国打交道是俯视 但现在基本上是平视 个别情况之下可能更是仰视 然后他说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位韬光养晦 这光也掏不住了 慧也养不住了 你是成为一头大象了 你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 这什么意思呢 中国不再韬光养晦 因此是怎么样 要对外的战略要有更加积极的作为了吗 那指的是谁呢 现在难道在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还做得不够积极 还需要再做得更多吗 不应该在韬光养晦而已 这个亮哥怎么解读 不这早就是一个事实了啦 这个盧莎也只是对事实做描绘 因为GDP第三名 不管是德国或日本啊 都落后中国一大截啊 对不对 那个中国的GDP 至少是日本的3.5倍 那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啊 那你怎么躲得住 你那么胖怎么躲得住 就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 你就是 应该讲那么重 很大只嘛 很大只嘛 你说在房间里面 你要假装隐形 让人家看不到你 这是不可能的事啦 所以亚洲国家为什么 近乡要跟你发展一定的经贸关系 大概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那个国家叫印度啦 那印度也不想一想 他的GDP也才刚超过三兆 中国不到五分之一耶 这也没办法啦 因为有一些国家 老是以为他在头等舱啦 我说有两个国家最明显嘛 一个就是印度 一个是法国嘛 这个 賴老师最了解的法国啦 法国也常常以为他在头等舱啦 所以马克宏说他要出兵到乌克兰 不是嘛 立刻被美国打一个人光 表示说他很勇敢啦 没有 他在打美国人耳光 就是说你北约就是怂包 对啦 因为他先讲你北约脑死 美国人气得不得了 那结果是美国来拉住他啦 对啊 那他现在就告诉你 你北约根本就是怂包 因为你根本没用 反正因为他讲这句话的话 就马上他们就要赶快说 没有没有没有要打 因为北约的领导人是美国 以往的作战都是美国跑在前面 法国人从来没有在北约跟着走 你不觉得他很坚巧 对啊 很坚巧啊 那马克宏就是一直告诉全世界说 北约就是怂包 所以他以前在法国 应付法国人应付得很投资 然后那个笨笨的叫萧姿啦 对对对 萧姿就是笨笨 老师 那马克宏这样还 结果是美国拉他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其实这 早就已经没有在韬光养晦了啦 不早就没有 事实上 我跟你讲啊 以前中国大陆 还会有人在那边 鬼扯什么说 哎呀你何必讲 2025中国制造 2035中国标准 对啊 这引起美国注意啦 讲这种话的人就是幼稚 美国怎么可能是这样 才注意到你 对啊 早就盯上你了 拜托 你把美国CIA看成什么 对 对没错 我就看到台湾的 谢金河真的这样讲 我就觉得真是 真是有够幼稚啊 说早就你就不要讲 2025中国制造 你这样就会没事啊 太天真了吧 太天真了 好来不过说真的啦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方面 在两岸关系的交流上面 台办系统都是坚持 再怎么样困难也得要做啊 江苏省台办主任炼月琴 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他就参加两会 然后谈到最近冲突事件 有没有影响两岸交流的时候 他就说了民间情绪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 可是呢相信大家会逐渐的冷静下来 正面力量还是在主流的 而事实上呢前几天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 他其实这个街大使 他也特别谈到了这个重点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最近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嘛 两岸的关系现在确实是比较紧张 而且他还谈到复杂严峻的 可是就算是环境是如此 但还是要什么交流合作 还是要继续的做下去 这个才是主流的意见嘛 对我觉得任何贤的讲话我赞成了 他讲就是说正面的力量还是在主流 这是正确的 就是说台湾的两岸的问题 一直在摇这个船 把它往坏的方向带了 就是民进党的一些当群的这些独派嘛 他们就在制造这些问题 大部分的台湾的老百姓 基本上是希望两岸和平相处啊 两岸这个加强互惠的这种交流合作的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我是认同啊 正面的力量还是在 大陆网民有一些过激的反应 不过这个不会是常态 因为说实话两岸斗中国人 这个同样的传 讲同样的话吃 过同样的习俗 过同样的节 信仰 同样的精神信仰 这个是几千年打出来的根基 所以不会是说制造仇恨 仇恨就会真正那么容易被制造出来 那我觉得有些是假象 有些是短暂的 那长期的话 我觉得正面的力量还是主流 那只是说就是说怎么样推进 我觉得就国台变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责任也蛮大的 就是要促进两岸这个好 这种友好 然后互相增进 互相友谊的这种好 认识的这种交流 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做的 也算是很到位 那么大陆的台办系统 也是很大的一个系统啊 那我觉得过去他们几十年 这个努力好 其实你要去过大陆的发觉 他们真的是真诚的 真诚以对啊 对对台湾去访问的 那各方面他们都是做得很到位 那这种希望两岸走向兵凶站围 或者一定要怎么讲呢 一定要互相插着脖 插着腰 互相来对阵的 我觉得它永远都是只是一时的 少部分的 那是我觉得是台独的这些在 在善动善动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一次的两岸的这个就是金门的事件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出来大陆他们有做大的举动啊 对不对 你现在受害了死亡的两个渔民 尸体都没有让人家拿回去啊 对不对 然后家属 你事实上是什么呀 这一个案子的谈判 大陆的四点要求 那个管碧林已经完全他否定了 你要这个谈判怎么进行下去 所以这个事情还会后续发展 可是我觉得它还不到一个怎么样 让两岸真正全面对决的 那只是说大陆一些我觉得一些战术 那它会改变 战略的话 那习近平昨天也讲了嘛 就是说和平统一的大方向 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种态度其实是正面的 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 那对于两岸的这个长久的关系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依旧可及的 还是需要时间 还是需要不断的耕耘 我觉得大陆的这个主管的官员 有这种看法 其实是应该蛮正确的 民间的交流合作 当然持续的推动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要等到两会了之后 如果这个事情再不善了的话 这大陆方面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呢 针对这个惊吓冲突 这个事情大家都等着还要看看 大陆方面在两会后的反应了 赖老师 但现在看到台湾方面 是不是真的已经有点紧张了 我要加强战备了 然后你就看到 方方面面好像似乎都是在往城镇的方向在移动 在加强 这是备战的一环吗 因为我们看到 列维莱斯堡其实他就关切了这件事情 宪兵指挥部要编新兵力 重新进驻文山区辛亥营区 这是在台北 那你看枪炮弹要进驻惊动到了居民 因为根据立委透露说一个500人的宪兵营本来 这地是空着的 但现在要做这件事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多的居民就在担心说车子枪炮油料都要进来的话 难不成是要准备打仗吗 才会这样做这样调整吗 另外台北中枢防卫的无人机防御系统建构 宪兵指挥部规划2025年起建构三套 主动式无人机防御系统 这是为了要强化中枢的防卫 又是为什么呢 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国防部要搞清楚 宪兵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看起来民进党是怕死怕得要命 因为把这些宪兵的力量 都把它集中在保护这些民进党官员的安全 因为很明显的把这个意志部队 尤其是宪兵这样的一支部队 宪兵就是军中警察 对啊 军中警察他的平常 我们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 军队很好管理 因为有机率有军技 然后宪兵只要负责营区外的 这些秩序就可以了 可是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 那一定是军管 一旦军管了以后 第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 社会安全跟社会秩序会混乱 因为警察的功能就消失了 另外军队的军人 并不一定都是良兵 有很多流氓也当兵 有很多这个有暴力的反社会的人士 他也当兵 可是你发枪给他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战争一旦发生 一旦在战争的时间里面 所有的军队都守纪律 所以宪兵就是管军人 可是宪兵现在要变成是拿他当兵来用 拿宪兵去当兵 当特种部队 然后把这个部队拿去保护 民进党的官员的安全 就是他的功能就这么简单 放在辛亥的营区里面 其实就是究竟 就是看哪些大官 就几个宪兵去维护他 拿几个大官就几个宪兵去保护他 然后就民意叫做 就是捍卫中枢的安全 其实就是谈生怕死 坦白讲很明显的就是 民进党怕死怕得要死 到时候就是要这些宪兵 护在他的身边 保护他的安全因为他也怕 到时候有些军人不满意 走在路上叭叭叭叭打你两枪 他怕死了 那三套无人机防御又能防御什么 也是保护他们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这些人的脑袋 国防部这些小老弟们 你们脑袋到底搞清楚 什么叫宪兵没有 这个美国的大兵 这位陆军士兵舒姿 他其实还是一个情报分析员 他被指控他非法贩卖 敏感的军事资讯给中国大陆 就这里面有包括协防台湾武器系统 以及飞弹防御系统等等的资料 那换取的报酬是一共大约 折合台币132万元 4.2万元的报酬 据了解据报导 他提供文件说明什么 要说明有关于俄乌战争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教训 然后就要来看看 如何运用在台海战争 看美国可以怎么样来帮台湾 但是这个报告据说是200美元 就是这样的一个资料 就是值200美元就对了 然后他还说 他希望能够对方付给他更多钱 因为他想要把他的BMW轿车赎回来 你不是说卖了4.2万美元 是 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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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没什么 这个就是叠对叠 好 那大陆也在美国 这应该是在美国吧 是啊 是啊 那就是大陆也在做美国军方的情报 就是这样 是 所以这个人这个 说实在 做得还蛮成功的 怎么说 我觉得连那个小兵 都可以做得到 这个不容易 一般都是文件为主 通过人去取得资料 这个是比较难的工作 所以这个人是真的被吸收了 你想想看你要是 你要先把对方 美国的军队国防部 你要先分析他们哪些人管什么 这个情报就不容易了 对 然后呢你要再去想我怎么去接触他 这不容易啊 那接触以后怎么让他突破新房 愿意跟你合作 对 然后这个也不容易啊 因为你万一你让他感觉 你怎么样他反而去 去跟上面报告来抓你 所以这个都是很细腻的一个情报工作 是啊 那能够打得进去 然后到现在才被破获 还有多少没被破获的 但跟台海有关的资讯 才值200美元就是了 不是它是一折啦 对就这一个资讯 这可能它的级别啦 看它能够拿到哪一个层级的情报 那这里面写到说 有包括哈马斯啊 极因素设备啦 中国等大国军事演习等等相关的研究 宝贵的资料 重要的精密是吗 不啦这个我觉得 它的军阶会决定 它拿到什么样的资料啦 如果是这个降领级别的 就不可能是这样而已啦 那这样钱更多 这个一定有 这国际有一定的行情 所以有它的话 其实还可能还有更多 只是这个现在被揭露出来而已 可能这个小兵不认真啊 被窃听啊 或者大意啊 或者跟谁吹牛啊 谁知道 是 你要买跑车都在讲对不对 对 对啊 对啊 对 事实上美国 我有读过一些美国被做间谍的书啦 事实上做美国间谍比较多了还是苏联 苏联做很多 还是苏联 因为 因为坦白讲他们长得比较像嘛 都是白种人 而且都有大量的移民 是 因为事实上 十月革命那个时候有大量的苏联人跑到美国 所以就在美国就住了第三代 第四代都出来了 对 对啊 那还有摩萨德啦 就是犹太人嘛 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啦 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那我先试试试试啊